好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证明 A到B的B区间是连通的 定理 A到B的B区间是连通的 好 证明 那为了方便呢 我们就证明01的这个B区间 那么其他的B区间 因为跟这个B区间其实同配了 所以也是连通的 大家也可以把这个证明稍微的推广一下 把0换成A 1换成B 也能够证明这样AB是连通的 好 我们就证明这个是连通的 好 怎么证明这个是连通的呢 我们就假设它是非连通的 我们来推一个 推一个矛盾 假设01可以写成U和V的 两个非空开极的一个不交病 那么我们不是一般性的 我们假设0是在U里面 因为0要么在U要么在V里面 假设0在U里面 好 那么 我们取一个 因为U不是空极 并且U有上限 因为U是这两个的一个 一个子极 01这个B区间上的一个子极 所以U有1是个上限 那么就有一个最小上限 根据 时数的最小上限性质 U 最小上限 那么这个最小上限呢 我们得很容易可以看出来 必然在0跟1之间的 我们画个图 比如说我们0跟1是到这 那么可能U 是到这为止 那么U 因为U是非空 什么有一个最小的上限 这是最小上限 显得小U 它在0跟1之间的 最小上限 0跟1之间的 好 那么来考虑一下 因为0跟1 是等于U跟V的 一个不交病 这种U 要么在U里面 要么在V里面 那么来分这两种情况看一下 到底它在U里面 还是在V里面 如果 U 是在U里面的话 那么 因为U 是这个空间的一个 子空间一个开极 那么它就是某一个开区间 时数上面的开区间 或者开极 是时数上的开极 跟这一个子空间的一个交极 所以如果U 是在这里面的话 那么 就存在 delta大于0 因为我们知道 在时数上面的开极 都是开区间的一个并级 所以如果U 在这的话 那么肯定是有某一个 delta为半径的 的这么一个小区间 是包含在整个U里面的 所以存在 delta大于0 U在 U-delta U加delta 之间 并且 随U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这个是 这种开区间 其实是 时数上面的 通常托普的G 我们知道 G的性质就是 对每一个点 每一个 包含这个点的开极 我们总能找到一个 小的G 使得 这个 在这里面 在这个里面 好 那么 这种情况 我们就产生一个矛盾了 因为 U 在这样里面 是被包围在里面 那么取 U加 delta除以2的话 这个明显是比U大 并且还在U里面的 U加 delta除以2 是大于U 并且属于U的 所以 这个小U 不能是 大U的上限 我们U 我们就前面说 这个 小U 原本应该是 大U的一个 最小上限 那么 我们在大U里面 找到一个 比小U 更大的元素 所以这是矛盾 那么 如果 U是在V里面 怎么办呢 再看另一边 如果U 是在V里面的话 我们同理 也能找到一个 小的开区间 存在 小的开源 delta大于0 U是在 U-delta U加delta 之间 并且属于V 那么大家看 这个 属于V 那么 U-delta 除以2 在这 U-delta 除以2 是小于U的 并且 因为U-delta 除以2 在V里面 所以不在U里面 它肯定是比 U里面 所有元素都大 U-delta 除以2 也是 U的 一个上限 所以 小U不是最小上限 因为我们找到一个 比这个上限 更小的上限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需要上限 所以也是产生矛盾 所以 无论 又是在U里面 还是在V里面 都会产生矛盾 准备就知道 这个01 不可能是非联通的 再推出 01 是联通的 好 现在我们用 这个区间是联通的 这么一个性质 来证明我们 一个 在大学 那个V里面 见到过的 一个重要定理 叫介质定理 好 我们这个介质定理 这个定理是说的什么事呢 说的什么呢 是这样子的 这个定理 如果 F是从 A B 到时数的 一个 连续函数 我们前面讲到过 连续函数 也是连续映射 那么 对于 任意 FA 与FB 之间的 Y 存在 C 在AB之间 是 的 F C 等于 Y 我们这张画图就是说 如果 AB 是这样一个 数上的 B区间的话 那么任何一个连续函数的图像 如果A 在这 B在这 我们对于每一个 在 FA跟FB之间 这值 我们总能找到 在AB这个 区间上的某一个点 C 是的 这个F 在C上面取到Y这个值 好 我们怎么用 托普来证明这一个 定理了 证明 因为 AB 是连通的 那么F AB 因为F是连续的 那么F AB 也是连通的 连通 空间 在连续函数下面 也是连通的 好 那么假设没有这样的 C存在的话 那么 那么Y这一点 就不在 这个 AB的向 AFAB的向上面 那么我们就能够找到 负无穷到Y 跟Y 到正无穷 下两个 使数上面的开子机 使得 F AB 的向 是等于 这个 负无穷 Y 交 FAB 并上 负无穷 并上 Y 到正无穷 交 FAB 这样的写法 就是说 因为Y 不在 FAB上面 所以我们可以 在Y那点 进行一个 切割 把 FAB 切成这样一块 跟这样一块 那么好 因为我们知道 Y 是在 FA跟FB之间 所以这个 不是空击 至少包含要么FA 或者要么FB 这个 也一样 不是空击 因为我们知道 有一点在下面 有一点在上面 可能是 另一种方式 是吧 但无论如何 我们在 Y上面 总会 FAB有一个点 Y下面 FAB也会有一个点 这两个 都不为空击 这个是开击 这个也是开击 而且它们是 不相交 所以这样我们就把 这个连通空间 写成两个非空 开子级的并级 这样是矛盾的 所以必然 有这样的锡 这样我们就证明了 通过用托普来证明了 我们维基飞里面的 介质定理 好 这些科技讲到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